中国的新一代前射弹道导弹巨浪3先进程度如何 前射弹道导弹是如何克服环境 做到悄无声息发射的 近几十年来 世界范围内除了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以外 相对于二战时期来说还是比较和平的 这也让人们觉得核战争离我们很远 但是在2022年年初 武昌发布的防止核战争声明 再次让人们感受到核战争危机的到来 世界各国也因为国际局势的动荡 开始对研究核武器蠢蠢欲动 韩国已经成功试射了前射弹道导弹 朝鲜也先后多次试射了高超音速导弹 企图在大国博弈中 依靠核武器争取到一定的话语权和保障国家安全 作为三位一体核战略的重要成员 减阻干涉及不可忽视的存在 前射弹道导弹承担着一个国家被核武器攻击后 依然可以进行二次核打击来制裁对手 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最后的底牌 但同样的前射弹道导弹 也是所有导弹里技术难度最大的 它的难度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而在现代海战中 潜艇具有隐蔽性好 机动范围大和生存能力强的特点 被认为是大国海军建设 乃至核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 我们都知道前射弹道导弹 是装备在战略核潜艇上的 战略核潜艇一般都被部署在一望无际的大海 隐秘在大海深处的角落 不会给敌人任何发现自己的机会 这样在水下发射一枚前射弹道导弹 就可以达到出其不一的目的 打敌方一个措手不及 而近年来 中国在战略核潜艇与前射导弹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从过去的武昌垫底发展到现在能与美国相抗衡的程度 096型战略核潜艇问世在即 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与096型核潜艇配套的新一代前射导弹 巨浪3已经经过了多轮试射 相比较巨浪2的6000公里射程 巨浪3射程达到了12000公里 这意味着中国核潜艇要威慑美国本土 不需要冒险进入太平洋中部 只需要在南海发射巨浪3就能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 当然巨浪3可不仅仅是在射程上大大提升 为了能带10个核弹头 巨浪3也增加了一些新技术 使其能够更好地突破水压 与陆基导弹不同的是 前射弹道导弹的发射要相对难一些 因为其在发射的过程中要进入两种不同的介质环境 导弹从水里发射并进入空气 在这两种不同的介质环境下 导弹都要进行稳定的工作 从水介质到空气介质可能只有一瞬间 但正是这一瞬间成为了前射弹道导弹 发射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为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00倍 导弹在两者环境下的飞行所受到的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很多电影情节里都有被追杀的人跳入水中 然后敌人在岸上扫射 但却无法命中 这就是因为子弹可以在空气稳定飞行很远的距离 因为空气虽然具有阻力 但阻力不大 并且介质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 子弹在射出后一直保持着在空气阻力下的高速前进 但是子弹入水后 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00倍 自然阻力会变得很大 同时子弹会在进入另一个介质环境 会瞬间失去稳定性 导致只能前进很短的距离 自然无法命中 在水下使用的箭形弹枪械 水下发射时子弹弹道稳定平直 但在路上使用 子弹就会乱飞 根本无法进行准确瞄准 而前射弹道导弹的研发很困难的一点就是 解决这戒指不同的影响问题 当然有问题就会有解决方法 这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原因 大家在看到前射弹道导弹的图片和发射视频时就会发现 这种导弹的头部都是十分圆的 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尖头完全不同 这种圆头被称为盾头体外形设计 绝大部分的前射弹道导弹都是采用了此种设计 降低盾头体阻力和气动加热 始终是气动领域的研究课题 这对提升导弹的性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并且这种盾头体外形设计的应用领域还十分广泛 像航天飞机上也采用了盾头体设计 目的就是为了在进入大气层时 将更多的机械能转化为热能 盾头相比尖头具有高容积结构性特点 并且气动加热相对平缓 在以超声速或高超声速飞行的导弹 航天飞机或者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等设计中 盾头体外形设计都是最常见的气动布局形式 目前中国的巨浪一和巨浪二 都是采用的盾头体外形设计 但是将导弹头部改为这种盾头体外形的设计 可以起到降低阻力的作用 但是不同介质之间对导弹运动的影响依然存在 对此聪明的人类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前射弹导弹的外部套上一个形状相似 但比导弹稍大一些的铜 在发射的时候先将这个桶和导弹这一整个整体打出水面 在出水进入空气后 导弹再点火从桶内钻出来 大概的原理就是这个桶负责在水介质里的运动 而导弹负责在空气介质中的运动 这样就可以将前射导弹的发射变为两个部分 就不存在会造成导弹在两种介质之间运动形成不稳定的状况了 这里真的就不得不佩服人类的脑洞 虽然原理上是可行的 但是只能适用在小导弹上 前射导弹是什么呢 是国家和三位一体的重要武器 肩负着二次核打击的重镇 前射导弹的体积一定是很大的 这要再加上一个套筒实在是难以实现 对此呢 人类又想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 美国的三叉戟前射导弹 我们看到这个导弹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点 三叉戟导弹的头部有一个类似天线的杆子 并且杆子的顶部还有一个平头设计 这就让导弹的整体构造显得稍微有些诡异 这个杆子是什么呢 它有个专用名词叫减阻杆 减阻杆一般是在导弹内部 但会在导弹射出水面的瞬间伸出来 这样在超音速飞行的时候 前面的平头会首先产生一道激波 然后前面的空气经过这道激波之后 它就会减速 这样一来 再到后面的盾头上的时候 这个激波的强度就比较小了 所以总体来说阻力就会比较小 同时让导弹在空气与水的两种介质转换中 得到稳定的平衡 同时前射导弹 顾名思义就是 潜在水里偷偷地发射导弹 当然这是比较直白的翻译 意思就是导弹的发射要做到不易被发现 突然发射才能达到效果 这就导致了导弹的发射也具有三种不同的形式 分别为干式发射 水上点火 干式发射 水下点火 湿式发射 水下点火 三种 其中中国的巨浪2和巨浪3 都是采用了干式发射水上点火的发射方式 美国的俄亥俄级潜艇也用的是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发射的好处就是 能够在远离潜艇的水面上点火启动 防止了出现任何意外造成危险 比俄罗斯采用的水下点火要先进一些 中国的巨浪2并没有采用这样先进的减阻杆设计 但是中国正在研发的巨浪3潜射导弹 将会正式应用此项技术 就对中国的核潜艇实力来说是巨大的提升 也证明了中国的科研技术水平 感谢您的观看 是巨大的基金 继续的数据 这是周固的高晨核潜射